我们知道导致二型糖尿病的原因有很多,比如,肥胖,活动变少,分娩,重大疾病或使用了升高血糖的激素等, 总的来说是因为胰岛素分泌能力不足,及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逐渐降低,血糖过高导致的糖尿病,很多二型糖尿一开始会使用降糖尿来控制血糖, 据最近研究发现,相比于每日多次注射胰岛素的二型糖尿,血糖控制不佳的二型糖尿病有,被随机采用胰岛素泵治疗6个月,血糖代谢明显改善, 稳糖菌就遇过不少二型糖尿病有用胰岛素泵控制血糖的案例,其中颇有印象的一位是南洋的糖友,他患二型糖尿病15年,从15年开始单用降糖尿,就已经控制不住血糖, 但因为经济原因,他一直坚持用降糖尿,过了两年他自己感觉眼睛很模糊去医院检查, 医生根据情况,调整了用药给改用胰岛素,但他已经七十,自己动手扎针着实不变,女儿两口子都要上班,为了不额外更加女儿家庭的负担, 他自己从最开始的抗拒,到转变到最后的接受,用自己存的退休金,卖了一块国产胰岛素泵, 其实南洋的这位糖友每日胰岛素总量不过三零优,在院外安装胰岛素泵,算上每月的耗材,平均算下来一天的花费不会超过三十元, 稳糖APP还附带有调糖调泵服务,如果二型糖友动手能力不足,对用胰岛素没有什么经验, 为了方便可以考虑胰岛素泵,二型糖尿病有必要用胰岛素泵吗? 早在2014年7月,世界医学界权威杂志中文名《柳叶刀》发表实验结果, 胰岛素泵治疗可作为二型糖尿病有治疗,那一个安全有效的治疗方式, 另有一组实验证明,二型糖尿病用胰岛素与胰岛素泵相比, 胰岛素泵治疗阻高血糖发生减少,权威实验数据皆表明, 二型糖尿病用胰岛素泵,可以更好的管理血糖, 改善糖尿病情,胰岛素泵控制血糖好在哪里? 总的来说,胰岛素泵强化治疗,是治疗效果最好的方法。 当然,要发挥胰岛素泵的优势,需要有专业的调糖人员, 对基础率和餐前大剂量不断地进行调整, 使得胰岛素的输注量符合自身的实际需求, 这样才能把血糖控制在稳定的正常水平。 关于怎么设置基础量和餐前大剂量, 可下载稳糖APP,会有专人为您解答。 很多二型糖尿病吃酱糖尿就是最好的了, 只有到了用酱糖尿控制不住的时候万般无奈之下, 才会想到用胰岛素泵。 但稳糖APP提醒,并不是病情最严重的二型糖尿病有, 才能使用胰岛素或胰岛素泵。 相反,只有今早使用胰岛素泵, 才能在最大程度上保护两型糖尿病有仅存的一线功能, 下载稳糖APP,可咨询胰岛素泵的更多详细内容图源网络, 若亲全请联系删除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